买房前仲介都说好 贷款才知犯了低级错误 民众打算购屋给未成年子女 需要特别注意 民法规定20岁才是成年人 并非大众认知的18岁 台中就有场买屋纠纷 原因就是出在这个环节 有民众购屋前 向房屋仲介表明两个条件 不然不买 一个是要用刚买18岁的儿子名义购买 另一个就是需隐瞒老公 仲介当场回复都可以 双方签下买卖合约 没想到隔两天 询问有人发现 儿子未满20岁 根本就是未成年行为限制人 购屋需双方法定带领人同意才可登记 而且以儿子名义根本无法贷款 他经绝合约有瑕疵 反应给房屋仲介 对房权不理不睬 不仅拿不回定金70万 经过一周后 他还收到屋主寄出的纯正信函 直指他为旅行契约 敘付两倍违约金供 144万 让他没办法接受 其实那个真的是 辛苦血汗卖面的钱 等于是房子也没有得到 害乌用户被拿走了70万 这70万我们要做多时就 对于指控往信房中回应 应该也是一些选项的 政治上有一些出路 然后但事实上 其实应该 应该是不会做签约动作 全域房屋总部则回应 目前公司几例进行双方协调 针对着次纠纷 要带协商过后 才能理清原委 不过这类纠纷不常出现 原因在于签订房屋契约时 双方必定会出示身份证件 当下就应该要有 对非成年人在购物条件上 做相关的检核 并提醒法律规范 不过民众自身也要多注意 尤其是在购买高价产品时的 相关法律规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